自然的罕见美景 台中彰化甚至到高雄 在昨天傍晚都出现了 像这样子难得的雨翻霞光景象 中央气象局局长正名点就解释了 这是因为刚好有云带通过 部分雨滴在空中蒸发消失之后 在傍晚霞光照影之下 才会呈现出丝绸般的美丽景色 傍晚的天空像是被涂上色彩鲜艳的染料 从最下方建筑物的天际线 一道道金黄色光影形成丝绸般的特殊景象 网上扩散又是一整片橘红色的绚烂霞光 站在吃狗点看更清楚了 温暖色调形成浑然天成的美丽景致 像是姑娘披上了妆 让人看了如痴如醉 连气象局长正名点都收到民众拍来的照片 特地发魂 没想到吸引更多网友抛出美照楼 从台中市区到彰化 甚至最远到高雄的光荣码头 自然系美景惊艳半个台湾 就没有看到这样子整片 这么大一片的情景了 遇到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一旦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兴奋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天然景象 不像极光 更不是火烧云 正名点解释 这可是罕见的雨翻霞光 昨天这个雨带事实上蛮长的 它刚好是通过中部 你在掉下过程当中 慢慢蒸发掉 那这个时候在傍晚 刚好有红色的阳光照射在上面 所以就整个亮起来 非常的漂亮 变化万千的天空 仿佛成了大自然的画布 天时地利人和 才出现罕见的雨翻霞光 如此美景梦幻登场 令人惊叹 接着帮帮彰化 蒼导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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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